从今天节目开始呢 我们来讲述马汉庆案 从2018年最老版的大案纪时开始啊 就不停的有听友 说想听马汉庆案 马汉庆呢 也是在网络上啊 被人们称为中国十大汉匪之一 那就满足大家 咱们来说说这名A级统缉犯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咱们呢 把时间拨回到1996年1月10号 这一天呢 是武汉有机化工厂发工资的日子 当然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有说是武汉有机化工厂 也有的说是武汉有机股份公司 反正就是这个公司啊 该发工资了 这一天一大清早啊 公司的出纳员 从桥口区工商银行股田办事处那提取了全公司员工这一个月的工资款 这个公司员工人数可不少 加起来啊 工资款一共有65万元之多 1996年65万到底是多少 大伙琢磨去吧 跟他一起来的呢 有司机冯来学 啊 还有另外两名财务人员 以及负责保卫的经警戴明哲和27岁的经警杨成 他们的武器呢 是两根一米来长的电警棍 8点20分左右 65万块钱的工资款 被装进一个藏蓝色的密码箱 然后啊 拎着这沉重的箱子 出纳员呢 就上车了 上了运钞车的时候 打着火 准备发动 回到公司 发工资时 突然旁边 冲过来两个人 看这俩人都蒙着脸 拿什么蒙的呢 过去啊 女士常穿的那种肉色丝袜 说歹徒这个装扮 也就在上世纪啊 90年代左右的那些警匪片里边 大伙能看到 这俩人呢 过来之后二话不说 拉开车门 对着车里连开几枪 两名警察 头部中弹倒地 这时候啊 俩人蹭蹭一下 就冲上车了 其中一个呢 拎着装65万巨款的箱子 提起来就下了车 往马路另一边的出租车那跑去 拿着枪的那个人呢 断后掩护 这时候啊 有一个姓梅的司机 正好开着自己的车经过着 拿枪的歹徒 一看要瞅我呢 抬手就是一枪 这个司机呢 胸部中枪倒地 当场身亡 这个拿枪的歹徒呢 打死这名司机之后 也跑下车冲到对面的出租车上 一踩油门 嗡愣一声 车一溜烟的 就开走了 这就是震惊武汉的110血案 当场死亡两人 被抢巨款 65万元 案件发生之后 群众迅速拨打了110 桥口分局刑侦大队 防暴大队 还有市公安局的刑侦人员 先后赶到了现场 并且封锁现场 开始调查 现场的围观群众啊 就跟民警说 劫匪抢劫完之后 是坐上了马路边停着的一辆 红色复康牌出租车里逃走的 车牌号呢 是2A6401 武汉市公安局快速反应 进行围追堵截 仅仅五分钟的时间 城区内环线 各车站码头 交通要道都得以控制 八分钟的时间 市郊外环线各检查站点 出入市区的主要干道 就完成了设卡独口工作 由于各警种的快速反应 虽然没有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 但是啊 迫使他们不得不弃车逃跑 上午10点10分的时候 一个派出所打了电话 说在古田一个小区里边啊 发现有一辆没有人的红色出租车 车牌号啊 正是2A6401 也就是两个歹徒乘坐的那辆红色出租车 后来据民警推断 这两个歹徒作案之后 坐的那辆红色出租车 正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逃跑工具 而那名出租车的驾驶员 正是他们的团伙帮凶 派出所民警啊 发现这辆车之后 没有动这辆车 怕这个破坏现场的一些痕迹线索 为了保护现场 还把现场封锁起来了 专案组的侦察人员呢 立刻赶到了现场 去了之后啊 发现这辆可疑车辆的副驾驶座位上 有一盘烧了一半 但是已经熄灭的蚊香 车里边呢 还有浓重的汽油味 侦察人员仔细的检查 收集了在场的所有遗留物品 打开后备箱的时候 发现后备箱里边 还有一具男尸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 以及对现有线索的分析 推断出后备箱里的死者 正是出租车的车主 死因呢 是头部中枪导致死亡 死亡时间是前一天的晚上 也就是说 劫匪很可能是在前一天晚上 就定下了作案计划实施抢劫 就在这时候 警方离古田发案现场不远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辆可疑的出租车 这回啊 是一辆白色的出租车 车牌呢 是2A3603 在这辆出租车上 还有大量的汽油 并且呢 也有点燃之后熄灭的蚊香 后备箱里 也有一具男尸 而这具男尸呢 同样也是车主 这摆明了 车里边又有汽油桶 又点着蚊香 这明显是想着放火 把这车呀 给毁了 那么为什么 这蚊香会中途熄灭呢 是劫匪故意把它弄灭了 还是这蚊香质量太差点不着啊 啊 其实啊 都不是 是这几个犯罪嫌疑人呐 化学物理学的太差 忽略了一个常识啊 车里是封闭的 蚊香在燃烧的时候 是要耗费氧气的 当氧气耗尽了 又没有新的空气进来的时候 那么这蚊香自然而然的 也就灭了 那为什么会有两辆车呢 这时候民警推断 他们呢 一定是想用其中的一辆车 进行抢劫 抢劫完乘坐这辆车 再去找另一辆出租车 换了车之后 继续逃跑 掩人耳目 那为什么 把这两辆车都放弃掉了 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除此之外 经过十来个小时的细致勘察 民警在两辆出租车上 成功的提取了指纹和掌纹 五十多枚 为了加快这个查党的进度 武汉市公安局呢 将全市收集的 29万多份指纹资料 来进行分解 连夜抽调了十名技术人员 协同刑侦处刑事犯罪资料中心 组成了38人的指纹查档 比对小组 集中开展查档工作 因为那时候 在96年的时候 不是说大伙办身份证的时候 咔嚓就摁一个指纹 而是谁犯了事了 可能会留一个指纹 所以整个武汉 只有29万多份指纹 那时候他也没有 现在那么先进的系统 说我把一个人的指纹 放到指纹库里边 没三五分钟 康康康就比对完了 就出比对结果了 那时候真是得人眼 一点一点去看去啊 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奋战 1月11号 技术人员发现并且认定 遗留在一辆富康出租车里 一个装满汽油的雪碧瓶上的指纹 是马汉庆所留下的 这时候侦查对象就明确了呀 专案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制定了击捕马汉庆 以及追查马汉庆同伙的工作方案 马汉庆呢 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 是住在小东门附近 是常住人口 那就是有着武汉户口的 随着案件调查不断深入 110重案指挥部 立刻调动大批的警力 聚集到了小东门附近 并且发布命令 围捕马汉庆 11号凌晨两点左右 民警们都迅速到达指定地点 便衣警察呀 提前已经控制了 马汉庆的居住地 凌晨两点半 一声令下 强行冲入了马汉庆的家里 控制了室内的人员 可是 很遗憾 抓住的人呢 并不是马汉庆 而是马汉庆的哥哥 民警就问他哥哥 马汉庆呢 他这两天 没回家 我也不知道去哪了 侦察人员呢 这时候没有气馁 行啊 这回不是没抓着吗 接着展开调查 通过对马汉庆家人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走访了解到 马汉庆和武昌江南八彩娱乐城里一名叫周旺南的人 关系很亲密 俩人关系很好 这俩人呢 其实从小到大呀 可以说是一块长起来的啊 兵贵神速啊 民警抓住这个线索 迅速展开抓捕行动 由于知道犯罪嫌疑人手里边可能有枪 上级呢 还提醒他们 一定要注意安全 几名便衣警察呢 就进入到了这个娱乐城 一进门 一眼就认出来 正在热情招呼客人的周旺帝 周旺帝旁边啊 没什么人 并且呢 没有防备 两个便衣警察 悄悄的 向他靠拢 并且快速的抓住了周旺帝的双手 抓住之后呢 就把他架了出去 周旺帝这时候还以为是有仇家找他有事呢 干嘛呀干嘛呀 你们谁叫来的啊 有话好好说呀 可一出去 看见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警车 立刻就缓过神了 拼了命呢 就挣脱了民警的束缚 撒丫子就跑啊 侦察人员怎么也没想到 周旺帝啊 一边跑 一边从背后 拔出了一支手枪 其实 之前便衣警察已经对他进行了 简单的搜身 并没有搜到 这手枪哪来的呀 藏的真是够隐秘的 民警呢 也得亏反应迅速 同时也拔出了手枪 砰砰几枪 跑在前边的周旺帝 慌乱之中回过头来 打了这么几枪 要知道 毕竟不是专业的警务人员 也没有专门练过射击 就让你瞄准的打 有一段距离的情况之下 都不一定打得中 更别说瞄都不瞄 直接开枪的 所以民警啊 躲过去了 他的这两发子弹 不顾生命危险 把周旺帝 就逼进了一家店铺里边 双方呢 展开了生死较量 本来民警啊 是劝他 放下武器 可周旺帝活出去了 说什么也不放下 并且大有开枪 打这些办案民警的这个态势 情况紧急 最终没有办法 民警还是开枪了 周旺帝胸部重弹 被当场击毙 他手里拿的是一支 五四式手枪 根据案发当天的 弹道痕迹比对 确定了这把枪 就是当天结案的 作案工具 现在三个犯罪嫌疑人 已经知道两个人的身份了 一个马汉庆 一个马汉庆的好朋友周旺帝 那么第三个人会是谁呢 而马汉庆 又逃到哪儿去了呢 在血案发生之后 民警呢 当时通过指纹比对 就了解到 作案凶手 其中之一 就是马汉庆 可是到了马汉庆家的时候啊 只有他哥哥 马汉庆呢 一直没回家 随后通过走访 马汉庆的社会关系 又了解到 另外一名帮凶 就是周旺帝 他呢 在一个娱乐会所里边 在那工作啊 随后民警啊 就到了这家叫江南八彩的娱乐城 找到了周旺帝 可是周旺帝 挣脱了便衣警察的控制 并且呢 向警察开了枪 得亏没有人员伤亡 随后警察 把他逼进了一家店铺里边 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之下 把周旺帝当场击毙 周旺帝确实是罪大恶极 罪不容诛 死有余辜 可是 他的死 对案件的侦破 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要是 抓住周旺帝之后 留下一个活口 对他进行审讯 那么很可能 马汉庆的下落 以及另外第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就可以水落石出 可是现在 周旺帝死了 这条线索就断掉了 案件的侦查呢 也就陷入僵局了 专案指挥部 立刻拍板决定 以周旺帝为核心 查找他身边的社会关系 看能不能有新的突破 通过侦查人员的细致调查 又得到了一条重大线索 周旺帝啊 和一个叫张俊的人 关系很好 并且张俊这个人呢 驾驶技术 是一流的 因为现在已经确定了 持枪杀人抢劫的 就是马汉庆和周旺帝 而第三个犯罪嫌疑人呢 也就是开出租车的那位 需要的正是良好的驾驶技术 那么张俊就很有可能 是嫌疑人之一 张俊的一名亲属呢 又反映了一个情况 说张俊呢 就在有机化工厂工作 他妻子呢 也在那工作 案发之前 张俊还多次打听过 有机化工厂发工资的具体日期 和细节 那么 现在至少有七八成的把握 确定张俊 就是那第三名嫌疑人 指挥部呢 又立刻召开了 紧急案情讨论会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分析 案发当天 首先冲上去开枪杀人的 就是马汉庆 提着65万巨款逃跑的 还是马汉庆 在整个案件之中 马汉庆始终是主导位置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全市发布紧急通缉令 缉拿劫匪马汉庆和张俊 一时间呢 武汉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通缉令 搜捕行动呢 也始终没有停止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 马汉庆的关系网络 也更清晰起来 1月13号 侦查人员就获得了重要线索 说马汉庆 曾经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女朋友 在马城 那时候搞对象谈恋爱 不像现在似的微信视频聊天啊 也没法发个短信 因为那时候能买得起手机的 也是寥寥无几 大伙怎么联系呢 一般还是写信贴个邮票 八毛钱一张就寄过去了 指挥部迅速派人前往马城调查 就找到了马汉庆的女朋友 去了之后啊 在他家里就发现了一封 马汉庆的亲笔信 根据上面的日期认定 这封信是在110结案之后寄出来的 马汉庆在信里呢 就写着 说咱们呢 在哪天什么时间见个面 有重要的事 我得跟你说说 这可是重要的线索呀 所以指挥部呢 迅速做出了 诱补马汉庆的决定 一方面在马城部下重兵 另一方面 做马汉庆女朋友的思想工作 希望他积极配合 可毕竟俩人感情不错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你现在要抓我男朋友 门都没有啊 一开始就是坚决不同意 始终不配合 可是民警对他是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所有的利害关系摆到面前 如今他就是杀人凶犯 你知道包庇他 你会有什么后果吗 在法律面前 他的女朋友啊 是又恐惧 确实一想自己男朋友 杀好几个人 也良心不安 所以呢 他还是答应下来 和警方合作 在约定好的日子 他的女朋友呢 就踏踏实实的 等着马汉庆的电话 民警呢 希望他能按照警方的意图 来让马汉庆赴约 就是来让他见面 可是当电话铃突然响起的那一刹那 他女朋友脸色耍就白了 手都有些发抖 要说平时男朋友来个电话 高高兴兴接电话 围哪啊 什么时候见面啊 好啊 我等你啊 可现在知道对方是杀人凶手了 现在知道警方就在这等着他落网了 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哆哆嗦嗦的拿起来电话 所有的民警都捏一把汗 你可是别一冲动 把实话秃露给马汉庆 这可就麻烦了 虽然他女朋友还是积极配合 可是说话的时候啊 明显紧张 啊 那来吧 那个我们 说话哆哆嗦嗦 狡猾的马汉庆 早就察觉出来不对了 匆匆忙忙的 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时候啊 民警还有马汉庆的女朋友 就都到了约定的地点 等着马汉庆过来自投落网 可是自始至终 马汉庆也没来 早逃之夭夭了 武汉警方抓捕马汉庆的行动 也就失败了 随后指挥部呢 又将侦察重点转到了张俊的身上 一百多名侦察人员 分成了若干个小组 全面走访调查张俊的社会关系 和家庭关系 并且组织人员呢 严密监视张俊 周旺帝 以及马汉庆的住所 以免有所遗漏 同时呢 严密封锁 击毙周旺帝的消息 以免惊动张俊 通过调查走访 侦察人员发现 张俊在北京王府井附近 有一个亲戚 侦察小组 马不停蹄 立刻赶往北京 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之下 发现张俊呢 就在他亲戚家里边了 经过周密部署 终于被民警抓获归案 1996年1月28号上午 张俊呢 从北京北亚借回武汉 迅速组织精干人员 对张俊进行突审 张俊呢 个头不高 留着小胡子 身高也就一米六左右 经过一番较量吧 张俊终于交代了 110案件的始末 所有人之前都认为 他们几个人 实施这场惊天大劫案 也就是准备几天 十天半个月 了不得了 谁都没想到啊 这起惊天大劫案 竟然酝酿了一年半的时间 张俊他爱人呢 是武汉有机实业公司的职工 他呢 听媳妇说过 每个月十号前后 是发工资的时间 并且当时呢 他们单位效益还挺好 张俊有一回啊 到单位去 正好看见财务科在发工资呢 目测 一万块钱一捆吧 那时候都是 得有个三十来捆 得有三十多万 当时就动心了 回去就跟马汉庆和周旺帝说了 哎呦 他们发工资的时候啊 那么多钱呢 你说咱要干那一票 这不发了 过去发工资啊 都是发现金 不跟现在似的 直接转账啊 现在转账 你倒想想你抢谁去 马汉庆跟周旺帝一听 行啊 这事可干啊 咱干吧 当时是什么时候呢 是94年 从1994年年底 到1996年 1月10号 案发当天 仨人每个月 10号左右的时候 都到工商银行 古田办事处门口 去踩一次点 详细的记录 运超车的车矿 提款时间 押运员 提款人 都是什么情况 马汉庆啊 跟张俊说过 说在那个古田办事处那儿啊 地点偏僻 人也很少 提款时间呢 又是早晨 适合作案 也适合逃跑 为此 这仨人 真是够勤奋努力的 不仅每个月踩点 每个月呢 还得碰两三回头 把所有的情况啊 进行一个详细周密的策划 梳理 96年1月9号的时候 仨人就拍板了 咱们呢 明儿就动手 当天晚上9点左右 张俊和周旺帝俩人 在武昌富家坡丁字桥 拦了一辆红色的富康出租车 随后让司机往工人村开 到工人村的时候 拿着枪等着的马汉庆 就上了车了 马汉庆一来 他们就敢动手了 为什么呀 因为事先他们约定好了 马汉庆如果过来了 就表示周围没有别人 坐在副驾驶上的马汉庆 悄悄摸摸的 把枪啊 就递给后排的周旺帝了 也没有什么影视剧里边 劫匪抵着这个司机的头 不许动啊 没有这情节 周旺帝直接 向司机的脑袋就开了一枪 张俊随后用毛巾 就把司机脑袋包住了 又用塑料袋套上 怕血啊 流一车 随后 张俊呢 把出租车就开到了 武昌和家笼的一个菜地 把尸体倒腾出来 放到了后备箱 一个小时之后 同样的方法 又截到了一辆白色的富康出租车 同样把司机杀死之后 扔到后备箱里了 张俊原来干过出租车司机 也开过富康车 他说了 当时为什么决定抢富康车呢 因为富康的座位啊 可以往后倒 打死司机之后 尸体往后一拉 就拉到后座了 而且 张俊还躺进后备箱试了一下 看能不能装下一个成年人 确实可以装下 那为什么要截两辆出租车呢 这也是当时民警们比较疑惑的点 并且为什么是一红一白 张俊说呀 武汉市白色出租车很少 太醒目了 太乍眼了 而红色的富康出租车呢 在武汉街头很常见啊 十辆出租车 你能找着最起码六七辆 是红色的富康 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作案的时候 就用白色的车 这样的话 周围的目击群众 跟民警交代的时候 一定会说 这凶犯哪 开着白色的富康出租车逃跑了 那民警一定是顺着白车查呀 这时候他们再换乘红色的出租车 就可以掩人耳目了 不容易被发现 瞧瞧 多周密的计划呀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月十号 他们去取车的时候 就发现 这白色的富康突然打不着火了 一拧钥匙 打打打打打 就是不启动 哎呦给张俊急的呀 赶紧告诉马汉庆和周旺帝 俩人说算了吧 也不能让他给耽误了呀 咱就用那辆红色的车吧 张俊呢 就开着这红色的车 停在了银行旁边 但是没熄火 并且把车的侧门打开 方便马汉庆和周旺帝 作案成功逃跑的时候 方便开门 当武汉有机化工厂的职员 还有京警 提着这钱箱子 从办事处出来的时候 他们呢 就直接用袜子蒙上头 一人拎着一支枪 就下车了 很快 就把这箱子抢着了 上车以后 玩命的跑啊 张俊呢 一开始把车 开往东西湖方向 迷惑警方视线 然后突然拐向了 桥口永丰乡 再从古田三路上解放大道 最后从水厂把车 开到简易宿舍 这条路线 如果不是武汉朋友 估计你也听不明白 总之就是七绕八绕 来回改方向 最后把车 停在了一棵大树底下 马汉庆他们 迅速把钱箱子撬开 把工资款 放到事先准备好的旅行袋里 之前张俊 就准备了八个装满汽油的瓶子 用马汉庆说的方法布置好了 迅速的点燃文箱 就离开了 为什么不直接点这个汽油瓶子 他们也怕当场就炸了 再把自己炸死的 所以就想着用文箱 文箱把这个瓶子点燃了 那时候他们早跑得远远的了 不至于被炸的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呢 万万没想到 文箱缺氧之后 自己熄灭了 案发之后啊 马汉庆呢 就转到东西湖 坐中巴 回到武昌 就在路上 他发现就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 在盘查出租车 他还发现 临走之后 准备引爆的那白色出租车 还在那呢 当时警方还没发现 胆大的马汉庆 还想过去把他烧了呢 但是白天呢周围人多 马汉庆一直没机会下手 后来周旺帝也说 桥口那辆车也没毁掉 警方呢 已经找着了 马汉庆当时就感觉情况不好 就告诉张俊 赶紧逃跑 他们一共抢了65万多元 周旺帝拿了差不多20万 张俊呢 拿了点零头 其他的都是马汉庆拿走的 案情再清楚不过了 水落石出了 可是马汉庆到哪了 去哪找他呢 从1996年1月10号以后 马汉庆就一直成为武汉公安机关 打击重大犯罪行动中的 头号逃犯 武汉警方还悬赏5万元 全国通缉 可是此后两年时间都没有任何的线索 直到1998年事情有了转机 那么马汉庆去哪了 1998年又发生了什么 犯罪成员之一 周旺帝被警方击毙 成员之二张俊被警方抓获 并且把案情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说了出来 可是马汉庆却像人间蒸发了似的 哪也找不着他 那么他到底去哪了呢 1996年初的一天 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了海南省三亚市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马汉庆 马汉庆啊 作案之后逃到了广东 他呢从报纸上得知 两个兄弟两名同伙 一名被警方击毙 另一名被逮捕 并且全国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哎呦给马汉庆吓的呀 据当时啊 有些媒体说 马汉庆呢 就想出了一个鬼点子 我这照片满大街贴的都是啊 大明星估计现在都没我这知名度高 人们都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能逃哪儿去呀 这么着吧 我整容吧 他呢 带着抢来的钱 住进了广州某整形医院 把鼻梁子垫高了 把下颌骨缩小了 面部呢 也进行了漂白数 这是这几年才流行的一些整容手段呢 但是你看在二十多年之前 人马汉庆已经玩过了 半年以后 经过整形医院的打造 马汉庆啊 算是脱胎换骨了 就真是他亲妈站他面前都不一定能认出他来 当然整容的这个说法到底是真是假 咱们呢 卖个关子 后面会再跟您说说这个事 马汉庆呢 还自己改了名字了 不叫马汉庆了 因为马汉庆这名字 现在也是如雷贯耳啊 大伙恨不得都知道 改叫什么呢 叫吴厚仪 他呀 就在三亚待下来了 为什么在三亚呢 离哪都远呢 这警察抓我 能找到海南来 哼 我看未必 不过他还是不敢那么嚣张 白天呢 就窝在出租房里边睡觉 晚上呢 就去麻将室里边打打牌去 有时候呢 也去歌舞厅里边 消遣消遣 反正有的是钱 也不用想法出去挣钱去 哗呗 走呗 一天晚上 他呢 就来到一家歌舞厅 其中啊 招待他的一个 陪酒小姐 叫什么呢 叫李玉 马汉庆 要了两瓶啤酒 跟李玉酒喝起来了 喝酒的过程之中 马汉庆不像其他的南客人似的 对人这些陪酒小姐 动手动脚的 人马汉庆 一根指头没碰 李玉心里边啊 对马汉庆就有了好感 你看 人这是正直人 啊 人都不碰我 聊天的时候 马汉庆就说 说我那是孤儿 一场车祸呀 把我爹妈的命 就给送走了 我无依无靠 这不流落到海南来了吗 做点小本生意 维持生活 李玉哪知道这是假的呀 哎呦 听得感动极了 眼泪汪汪的 就听马汉庆 在这儿 动情的诉说 这哪是动情诉说呀 这就是瞎白话 连了的时候 马汉庆呢 还非要把李玉 送回家去 马汉庆说了 我只有看你 安安全全的到家 我才能放心的 睡个好觉 李玉这时候又觉得 你看 我这马哥啊 人多细心啊 多温柔啊 没几天 马汉庆 又到舞厅了 找李玉去了 李玉高兴啊 立刻扔下其他客人 就去了 马汉庆的包厢 跟他喝起酒来了 这玩意儿 你在这个娱乐场所工作 最忌讳的就这个 啊 我们已经定下你了 结果你不管我们了 你去找别人喝酒去了 怎么意思啊 这帮人就没完没了 就跑到了 马汉庆的包厢 拉起李玉就往外走 李玉呢 不愿意走 因为他知道 一旦出这个包厢 自己肯定会受到欺负 马汉庆这时候 低着头 就说了一声 放开他 那帮人看了他一眼 经常出入娱乐场所的 哪有多少好人哪 怎么着呀 这妞是老子的 你哪来的乡巴佬啊 你敢管老子 马汉庆 马汉庆什么人哪 从小厉害惯了 光他欺负别人 没人敢欺负他呀 话音没落 就见那个人呐 嗚嗚嗚一声大叫 捂着头 就蹲在地上了 顿时是血流了一地 这帮人吓得屁股尿流的 就跑了 李玉也吓坏了 扎到马汉庆怀里 就哭起来了 马汉庆呢 就这么抱着李玉 哎呦 经过这回事 这俩人哪 终于算是正是在一块了 马汉庆在当地 花了几万块钱 买了一套三十两厅 一百平的房子 现在听着羡慕不羡慕啊 几万块钱在三亚 买三十两厅 现在几万块钱 一两平米吧 是吧 俩人呢 顺理成章就住一块了 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之中啊 马汉庆可以说是 铁汉柔情啊 李玉呢 因为常年 作息不规律 再加上 做陪酒小姐嘛 喝酒喝的也多 胃口不好 犯了胃病 一犯病啊 疼的在床上 是滚来滚去的 马汉庆呢 一看他疼 就给他想着发的 做点好吃的 给他弄点 软软乎乎的鸡蛋羹吃点 热热乎乎吃下去 就舒服了 李玉要不想吃东西呢 马汉庆就把他抱在怀里 就会劝他 说人是铁饭是钢 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我喂你吃吧 然后就一勺一勺的喂李玉 哎呦 把李玉感动的呀 从小到大 哪有人这么疼过我呀 有一回李玉又犯病了 这天晚上呢 正好刮台风 一般人谁都不敢出去 台风多厉害啊 啊 马汉庆 丝毫不犹豫 就冲出去了 给李玉买药 买完药一回家 忘带钥匙了 就拍门 开门啊 开门啊 可是里边李玉 没吱声 马汉庆这心里磕腾一下子 哎呦 怎么了呀 别是出大事了吧 他呀 心急火燎的 啊 邦的一脚 就把这门给踹开了 其实这时候 李玉已经疼得说不出来话了 自己一个人缩在墙角那 马汉庆抱住他 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 李玉一看马汉庆这样子 自己也哭起来了 哎呦 俩人这一顿哭吧 哭完之后 两个人互相决定 你就是对的人了 啊 结婚吧 结婚前 李玉还说 说咱们要不把房子粉刷一下吧 弄新点啊 这也是新婚的样子呀 李玉说什么 马汉庆同意什么 买了材料 自个儿就干 打梯子 刷漆 结果呀 干活的时候 梯子没弄好 邦机就倒了 马汉庆就掉下来了 这一下可摔得够强 送到医院一检查 骨折了 腿折了 照理说呢 得住院治疗 可是打完石膏 马汉庆说什么也不住院 说白了 他也害怕呀 少在公共场所露面活动啊 得回家 为了照顾马汉庆 李玉把工作也辞了 一心一意的就陪着他 俩人都没工作 马汉庆的钱呢 也花的差不多了 李玉就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维持生活 说腿不能动 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啊 大小便都费劲呢 李玉不嫌脏不嫌累 天天给他擦身子 伺候他大小便 俩跃下来 在李玉照顾之下 马汉庆不仅腿好了 人也被李玉养得是白白胖胖 比以前帅气多了 马汉庆还跟李玉说呢 说你放心吧 这辈子我都会对你好的 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俩人确实也是相亲相爱 李玉呢 自己总感觉啊 对不起这个马汉庆 为什么呢 自己曾经是个三陪女 过去呢 真是发生关系的男人呢 也不少 你看马汉庆不但不计较 真是拿我当心肝宝贝似的那么疼 我这辈子真是找对人了 没多久 幸福的生活在天甜蜜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可是啊 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 他们的女儿呢 有先天疾病 就一张嘴啊 喉咙里边啊 会有一个小洞 舌头呢 发育不全 说话是含糊不清 尽管这样 马汉庆对这个姑娘 是疼爱极了 真是 这个捧在手里 怕摔着 含在嘴里 怕话咯 甭管谁见着马汉庆 都说人 这是好男人 包括街里街坊的 媳妇回去 一根自个儿 那口子男的 吵架的时候 准说 你看看人家 吴后仪啊 你看人老吴 人对媳妇 那叫多好啊 你看看你 2004年的一天 李玉呢 搂着女儿 想跟女儿啊 说几句话 可是发现 女儿的这个残疾部位 是越来越严重了 说话 越来越含糊不清了 李玉呢 这时候就跟马汉庆说 你看 孩子越来越大了 再这么下去 对他将来不好啊 咱们得挣钱给他治病 要不你出去 找点事干吧 马汉庆想了一会儿说 这样吧 我呢 之前在广州 做生意的时候啊 广州一朋友 还欠我十万块钱呢 我去找他去 把钱要回来 一部分给孩子治病 另一部分 咱们去买辆车 跑出租去 其实 这一回去 哪是要钱去啊 这是又要作案去了 不光2004年 早在98年和02年 他就以追债为借口 到过新疆乌鲁木齐 作案了两次 那么 当时那两次作案 他都犯下了 哪些罪行 又是怎么逃脱 警方的抓捕的 这一次 他又要去哪 他又要犯下 哪些惊天血案呢 马汉庆呢 在武汉作案之后 就跑到哪了呢 跑到了海南省三亚市 也换了名字了 也娶了媳妇了 也生了孩子了 要说起来啊 他对孩子 对媳妇 那叫一个好 包括周围的邻里 一提起他来 也都对他印象特别的好 说这是个老实人 马汉庆在三亚呢 也没什么正当的营生 白天呢 就睡觉 晚上呢 就出去打打麻将 他喜欢赌博 大伙呢 都跟他叫表哥 这是有一回啊 跟其中的一个女的 俩人开玩笑 那女的跟他叫表哥 这么着就叫开了 大家呢 就都跟他叫表哥 照理说 家庭美满了 有妻子 有孩子了 一家和和美美的 挺好 但是呢 他的女儿啊 先天就有疾病 说话呢 含糊不清 算是一种残疾 随着孩子越来越大 孩子的这种疾病啊 也是越来越严重 有一回呢 李玉就跟他说 说这孩子啊 是越长越大了 总这么下去 对他的将来不好 咱们呢 得挣钱给孩子治病 要不 你出去找点事做吧 马汉庆一琢磨 他跟李玉说了 这样吧 我以前呢 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啊 一个朋友 还欠我十多万块钱呢 我去找他去 把钱要回来 一部分呢 给孩子治病 另一部分呢 咱们去买辆车 回来跑出租 这也算是 有一个正当营生了 有个稳定收入了 李玉对马汉庆的话呀 是怎么说 他怎么信 他就真以为 马汉庆是出去要债了 其实呢 并不是 他呀 去了新疆 打算重操就业 继续抢劫杀人 其实 这不是第一回出去了 在98年和2002年的时候 他也是啊 因为钱景 说外边呢 有人欠他的债 说出去要债去 他呢 去的也是新疆 他为什么去新疆呢 第一个 感觉你看 海南三亚 啊 这是祖国最南端呢 天涯海角都在这了 那我既然在南边 我做案就得去最北边 三亚靠东边 那我就得去西边 这样人们不容易查到我 我做完案 立马就回来 第二点是什么呢 马汉庆啊 他有一个偶像 这个偶像 我们也不陌生 我们之前 曾经详详细细讲过的 百宝山 百宝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是太出名了 马汉庆呢 平时就特别关注这些什么 中国大案呢 啊 什么抢劫呀 什么惊天大劫案呢 包括呀 后来民警 在他家里边 发现他家里呢 卧室里啊 有很多书 那些书呢 就都是这类的书籍 比如有一本书叫 香港血案 还有一本书就叫 中国大案 得亏那时候是没喜马拉雅呢 那时候他要是 听喜马拉雅 那准是我们大案记事的 忠实粉丝啊 他关注这些之后 心里边呢 也有一些偶像 当然不能 称之为偶像啊 这算是臭味相投 他从各种资料里边啊 就详细了解到了 当时百宝山案的情况 百宝山都是怎么作案的 在哪个地方作案的 了解来了解去 他发现这个地方还真好 为什么说这地儿适合作案呢 这个事马汉庆还自己解释过 他说我在新疆犯案 你们警方不会有准备 我到北方搞钱 回南方来生存 生存一段之后 再到北方来搞钱 北到什么程度呢 我有一个原则 要远一点 还不止要远一点 而且要很远很远 你看 他在祖国最南边生活着 那想去北边 最北边也就是新疆了 当然您可能说了 东北更靠北啊 但东北毕竟算是内陆地区 而新疆呢 是西北边疆 所以去那儿 他这心理安全感上来说 是不一样的 马汉庆说了 我不怕什么 我作案的时候 只想成功 一定能全身而退 我只选择小的目标 这样比较容易得手 并且选择新疆 还有另一点原因 他说虽然在武汉呢 我搞得惊天动地 但在新疆 我一点都不慌 因为这儿 没人掌握我的情况 调查出是武汉的枪 在新疆作案 这起码得一个星期 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很从容的离开 事实也是这样啊 我很从容的 就到了新疆了呀 确实就像他说的 98年和02年 马汉庆啊 都得手了 马汉庆啊 在98年 02年和04年 挑的地方啊 都大差不差 离得都非常的近 在哪呢 在新疆乌鲁木齐 天山市 延安路 天江宾馆附近 为什么挑这儿呢 这个地方 您各位可能也熟悉 因为白宝山当年作案 也是在这儿 1996年的时候啊 天江宾馆国际二类口岸 在这儿建立起来了 就吸引了周边国家 大量的商人 像哈萨克斯坦呢 土库曼斯坦呢 哎 这些国家的商人很多 那么这些商人过来之后 人不是来玩的 人是进行贸易活动的 倒买倒卖的 所以呢 大伙都有钱 不过有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国家的人拿着这个国家的货币 那个国家的人拿着那个国家的货币 那到这儿之后 咱得统一啊 啊 你在我这儿买东西 你得给我人民币啊 你买完了 我找给你的 它也是人民币啊 于是催生了一个新的场所 就是地下外汇市场 就倒汇的 我拿着A国的钱 给你换成B国的钱 当然我从这里边换插件 过去他没有微信转账 没有支付宝啊 就靠现金呢 你说外国大老远来一趟 我蹲点东西吧 那不是说三五块钱就行的 少说也是动万的呀 啊 所以呢 你在这附近就看 凡是见着那些外国人啊 包括本地的一些 看着是做生意的人 手里都带着大笔的现金 1998年11月1号 马汉庆呢 就带着枪 在这个天江宾馆附近的炒汇市场啊 在那逛游着 这时候呢 有一个倒外汇的人 叫哈帕尔 他呀 骑着摩托车 那就从这个前边经过 马汉庆一瞅 哎呦 在当时98年的时候 要说能骑着一辆大摩托车 这绝对有钱人 再一看 车上还放着鼓鼓囊囊的大口袋 这是什么呀 保准是钱呢 抬手一枪 把哈帕尔啊 就击倒在地 哈帕尔是手脚身上 都中枪了 但是啊 得亏都没打中要害部位 算捡回了一条命 马汉庆 蹭蹭就窜上去 骑上哈帕尔的摩托车 飞驰而去 当地有围观的群众啊 赶紧报警吧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马汉庆早跑了呀 问问周围的目击群众吧 目击群众说了 哎呦 就看见一个影子 蹭蹭又跑了 模模糊糊的 也没看清楚 不过地上啊 却留有马汉庆 打完之后的子弹壳 马汉庆 是兴高采烈啊 十分的兴奋 就回去了 你看 我弄这么大包裹 这钱还了得啊 又给我赌一阵子了 可回去 把那个口袋一拉开 差点没气死 是半分钱也没有 那鼓鼓囊囊 大口袋里边啊 就是几件衣服 你说新衣服 还则罢了 还都是几件旧衣服 这算是失手了 不过因为已经开枪 打了人了 你说再次做案 那是自投罗网 那是自找死路 那怎么办呢 回去吧 马汉庆啊 就回到了海南 这起案件 当时惊动了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当地警方迅速进行侦查 并且将现场痕迹 上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 以及公安部 信息呢 由公安部 又传到了武汉警方 为什么会传到武汉警方 因为这也是持枪抢劫杀人 并且根据现场的子弹壳来判断 很有可能啊 和武汉血案是同一名凶手 也就是马汉庆 这资料传回武汉之后 110案件侦破砖案组 火速赶往了事发地点 并且由弹痕专家陈道立 亲自比对 现场痕迹 与110武汉大案的弹道痕迹 子弹材质 是惊人的相似 难道 马汉庆 是在新疆吗 新疆警方和武汉警方 经过对案件的分析 得出了结论 当天发生的枪击案件 和110案件的作案工具 型号材质一致 也就是说 马汉庆的确 在新疆出现了 这时候武汉警方 那些侦查材料 跟血片似的 就飞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乌鲁木齐市警方 也展开了地毯式的 搜查和击捕 可咱们说了 马汉庆当天一看没钱 早就跑了 回到海南了 2002年6月份的时候 手头上又没钱了 哎呦 这怎么办呢 又跟李玉说 哪哪哪 有个人 欠我的债 我得出去讨债去 这回没来别的地方 还是来到了乌鲁木齐 02年6月10号 晚上8点37分左右 还是在天江宾馆附近 这回找的目标人物啊 还是炒会的 俩人 一个叫热和曼 一个叫阿布杜克里木 这俩人呢 骑着一辆摩托车 顺着延安路回家 刚把摩托车 停在家附近的一个垃圾桶旁边的时候 就见迎面走过来一个男的 头上戴着一顶太阳帽 上面呢穿着红色的T恤衫 什么话也没说啊 仰手对着他们就开了两枪 第一枪打中了热和曼的心脏 热和曼当场死亡 第二枪穿过了阿布杜克里木的手臂 俩人倒地之后 开枪这男的直接就跑向了垃圾桶后边 跑的时候啊 他也紧张 哐哐就摔了一跤 爬起来之后 他似乎对藏前的地点很熟悉 直接就去搬那个摩托车座 大伙都知道摩托车后边 座底下不是有个小后备箱吗 但是那个地儿一般都有锁 搬了好几回没搬动 那我也不能在这踏踏实实的在这撬锁吧 一会让警察追上来怎么办呢 得 把摩托车骑走吧 他呢 开着摩托车就跑了 乌鲁木齐市警方接到报警之后 又是迅速出动 封锁了现场 并且寻找被抢劫的这辆摩托车 第二天的时候 这辆摩托车呢 在新华南路被发现 那车座子已经被拆开了 里边有七万块钱的现金都被劫走了 对于新疆警方来说呀 这回案子的侦破难度更大了 为什么呀 大晚上的被接李相连个人都没有啊 没有目击群众 不过还好 还是找到了那两枚打完的弹壳 随后又进行了这个弹道比对 最终证实这起枪击案和武汉110大案所用的枪弹 是出自同一把手枪 于是新疆警方把弹壳就送往了北京市刑侦科 在中国射枪案件弹痕数据库里进行比对 2002年7月6号北京传来消息 最终证实这两起枪击案 于1996年1月10号发生在武汉的枪击案 属于同一人同一枪所为 到这儿新疆警方急了眼了 联着来我们新疆啊 连续枪击抢劫 饶不了你 至此一张通缉马汉庆的大网在全国拉开了 可是啊 这边警方在四处张罗着 怎么找到马汉庆 抓捕马汉庆 甚至悬赏五万元 通缉马汉庆 可人马汉庆呢 早回三亚了 又在那儿跟妻子逆逆呼呼 跟女儿其乐融融 人享受天伦之乐去了 继续充当着妻子的好丈夫 女儿的好爸爸 马汉庆这安生日子呀 已过又是两年 直到04年就我们开头 说的又跟李玉说 我得出去要债去 实际上又要出去作案了 这一次案发之后 警方迅速就抓捕到了马汉庆 那么这一次是怎么能够顺利的找到马汉庆的呢 2004年10月29号 此时的马汉庆已经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市 作案地点呢 依然是挑在了天江宾馆附近 这一天呢 在天山区延安路的外壁交易处 一个叫谢力甫的维族老人 拿着装有十万现金的布袋子 刚走到51号大门口的时候 突然呢 就觉得背后跑过来一个人 他刚想回头 就听见砰的一声 很沉闷的一声 枪响 他就感觉后腰一热 当时一疼 脚步也站不稳了 他还本能的 喊了一声 我中枪了 话音还没落呢 不由自主的后退两步 就倒在了地上 这时候啊 就见那个人 从他手里 拿走了庄前的口袋 不慌不忙的 骑着车就走了 这名老人呢 倒在血泊之中 生命垂危 后来啊 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 公安局立刻赶赴现场 进行调查 从作案手法上来看 办案民警立刻就意识到 很可能还是马汉庆 不过我以为的 不以为就是我以为的呀 所以呢 这事啊 咱们还得重新的比对 因为现场 也遗留了子弹头子弹壳 经过对子弹头子弹壳的弹道分析 确认这和武汉大案 以及98年与02年的大案 是同一支枪所为 这代表着什么呀 马汉庆歇了两年之后 又在新疆冒头了 警方呢 一方面啊 还是设卡堵截 权力搜捕 另一方面呢 立刻上报公安部 公安部也在全国 发了A级通缉令 并且悬赏20万元 捉拿马汉庆 这20万 公安部出10万 新疆出5万 武汉出5万 可是在新疆 依然没有找到 马汉庆的踪影 马汉庆啊 当时离开案发现场之后 他呢 首先逃到了距离案发现场 1000米处的一个小巷子里 把摩托车丢弃在那 乘坐出租车 回到了临时住所 所有的行李 都已经收拾好了 进去之后 也没有犹豫 迅速的拿起行李 就赶到了长途汽车站 上了乌鲁木齐市 发往奎屯的汽车 他为什么不从乌鲁木齐 直接走 而从奎屯逃跑呢 马汉庆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时候呢 是客运高峰期 躲在返乡的民宫当中啊 逃回三亚 要更保险一些 并且呢 就是在乌鲁木齐犯的案 这一回警方的行动 肯定要比之前更为迅速 我要还是在乌鲁木齐 磨磨唧唧的 那难保就会让警察给逮着 三个小时之后 马汉庆到了奎屯 买了一张发往西安的 高价的硬座票 这时候也不管合适不合适 性价比高不高了 反正能走就行了 果然不出所料 这车里边啊 人挤人 人挨人 挤得跟杀定鱼罐头似的 列车员查票都成了问题了 火车启动之后 他呢 隐藏在民宫当中 这时候终于是放心了 那么多的人 乘务员也好 乘警也好 他不可能一一的检查 一一的核实身份 这就算安全了 那边新疆警方 早就封锁了所有交通要道了 派了多名民警 进行地毯式的大搜查 这时候马汉庆早跑了 你怎么可能找到他呢 不过民警啊 查来查去 还是在一间招待所 发现了马汉庆 来过这儿的踪影 查到招待所的时候 发现马汉庆住的房间里啊 还有一个装着儿童 早教机的空盒子 可见 马汉庆 在踩点 在作案的时候 还没忘记自己 最疼爱的女儿呢 还得空啊 去给女儿买个早教机呢 2004年11月5号 马汉庆 总算是几经辗转 回到了三亚 一进家门 就掏出来一张存折 就跟李玉说 债啊 我要回来了 过几天呢 咱们就买辆车去 哎呦 李小玉高兴的呀 一般这债 可不好要 现在都是 欠钱的是大爷 借钱的是孙子 但你看我家老吴 这马汉庆 不是化名叫吴厚仪吗 我家老吴 哪回要债 哪回都能顺顺当当的要回来 他办事这么顺利 可见我家这口子 能力很强啊 李玉为什么高兴啊 十万块钱可不是小数啊 女儿的治疗费有着落了 还能把剩下的钱 去买辆出租车 这回头有了车 开上出租 这就算是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了 以后这一家三口啊 也就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 咱们呢 再说回警方这边 当时在整个乌鲁木齐 到处贴满了 马汉庆的通缉照片 除此之外 全国多个城市 也都贴着 马汉庆的通缉照片 武汉和乌鲁木齐的警方呢 更是联手进行侦查 除了武汉 乌鲁木齐 这些马汉庆 做过案的地方之外 三亚也贴上了 马汉庆的通缉照片 在2004年11月10号 上午9点左右 三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就接到了一名市民报警 说曾经在港门上村 看到过一个人 特别像这个通缉令上的 马汉庆 这个线索呀 就引起了三亚警方的高度重视 并且呢 在网络上详细查询了 马汉庆的资料 随后也做了周密的部署 根据掌握的情况 警方判断 马汉庆就是在港门上村居住 立即调动了四十多名警力 在临春河路 进入港门上村的六处路口 秘密守候着 就是你只要回家 甭管从哪条路回来 都能见着你 上午11点 港门上村路口的守候民警发现 一个和马汉庆身高体态 相貌都非常相似的中年男人 他呢 回到了位于圣经公寓103室的家 民警当时没动 按兵不动 进一步核查 发现呢 这个房子里面住有一男一女 以及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 经过分析 这是一家三口 但这个男的是不是马汉庆 警方不敢确定 为了确保不抓错人 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三亚警方做了大量的认人工作 并且对马汉庆进行了秘密跟踪 也摸清楚了 马汉庆的左席规律 不少民警啊 还跟他打过照面呢 并且通过他的口音 确定他是湖北人 随后 再比对武汉警方的资料 这时候警方就已经确定 跟踪的这个中年男的 就是马汉庆 锁定目标之后 三亚市公安局的领导 也立刻召集了相关的会议 研究制定了守候密捕 诱捕和突袭入户 三套抓捕方案 为了消除隐患 还彻底查清马汉庆 是不是还有同伙 躲藏在三亚 三亚市公安局领导 决定在严密控制的前提之下 暂缓行动 继续对他进行监控 希望进一步发现 和他有秘密接触的 可疑人员 11月11号下午 经过将近两天的观察 和马汉庆 在新疆乌鲁木齐 几次单独作案的事实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没有同伙 所以三亚警方决定 对马汉庆进行抓捕 当天下午5点左右 马汉庆从外边 骑着摩托车回家 并且呀 又从家里出来 去幼儿园 接孩子 警方在这条路上 已经设下埋伏了 当马汉庆 接上女儿 快回到家的时候 一到小区大门口 警察一拥而上 就把他拦了下来 马汉庆扶着车 刚想问有什么事啊 呼啦吵了十几个警察 一下就把他摁住了 马汉庆没法动他 他还在那使劲挣扎着呢 有事好好说吗 警察当时就跟他说 马汉庆 这说不清 进屋里说吧 马汉庆一听 警察叫他马汉庆 这个名字 他就知道 完了 还是找到他了 警察给他戴上手铐 马汉庆的脸 一下子就白了 他女儿在一边 吓得哇哇大哭 马汉庆这时候 跟警察说 你们终于抓着我了 放心 我会好好配合他 但我不想吓着孩子 说完之后 转过脸来 对女儿笑着说 别怕 这是演电影呢 是假的 爸爸演个坏人 啊 马汉庆这个杀人 不眨眼的恶魔 在女儿面前 从头到尾 确实是一位 慈祥的父亲 这时候警察 押着马汉庆 就回家了 他的妻子李玉呢 正在家里熬汤呢 一看 怎么进来 这么一群警察呀 哎呦 我家老吴 怎么还让他们靠起来了 当时就懵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等到李玉 被带到公安局里 训问的时候 他这才知道 哦 一块生活了六年的丈夫 原来是全国通缉的杀人犯 他不叫吴后仪 他叫马汉庆 李玉当时差点就晕倒过去 他怎么也想不到 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么温柔 那么体贴的丈夫 那么一个好好老先生 那么一个老实踏实的人 怎么会是一个杀人狂魔呢 在看守所里面的马汉庆啊 自己也知道 罪孽深重 在压界新疆之前 他提出要求 想见李小玉母子最后一面 11月15号的时候 在会见室里边 马汉庆和李玉 是泪流满面 谁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半天 还是马汉庆先开口了 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只求你一件事 我走之后 无论如何 把孩子抚养成人 我到了18层地狱 我也会感谢你的 我知道你一个人 有多不容易 我走之后 你就找个好人嫁了吧 这样一个杀人恶魔 竟然在家人面前 也有如此的温情 这让旁观者 甚至让办案民警 都感到非常惊讶 其实关于马汉庆这个人 在周围亲友里面的口碑 还是不错 比如说 马汉庆女儿 幼儿园的班主任 姓郑的一位老师 在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说马汉庆啊 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一个人 有一回他女儿呢 在下楼梯的时候 磕到牙齿了 本来郑老师呢 还怕马汉庆知道了怪罪 但马汉庆只说了一句 没事 小孩子嘛 磕磕碰碰 难免的 关于马汉庆 在港门上村人印象里 唯一一次和人争执 是有一天呢 她的女儿呢 在幼儿园 和一个姓刘的小孩 吵起来了 两个孩子的脸呢 都不同程度的被抓伤了 小孩打架嘛 上手就挠啊 姓刘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呢 过去之后 哎呦 这个气呀 心疼自己的孩子呀 就在那 呵斥 马汉庆的女儿 马汉庆知道事情经过之后 赶紧向对方的家长道歉 同时 当时就批评自己闺女 你不该打架 你错了 知道吗 赶紧道歉 可是对方的那个家长呢 得理不饶人 伸出手来 还打算抓马汉庆的女儿 我要亲手教训教训这个孩子 马汉庆当时就急了 瞪起眼睛就说 你孩子是孩子 我孩子就不是孩子嘛 我孩子也受伤了 你想怎么样 马汉庆是什么人呢 手里握着几条人命的人 他厉害起来的时候 那是真厉害 据他女儿幼儿园的园长回忆 说马汉庆瞪眼睛的时候啊 真凶 那个家长呢也害怕了 马上就不说话了 在马汉庆被捕之后 通过各路媒体的披露 通过他与警方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汉匪 背后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那么他的生活之中 还有哪些细节 会让我们无限的唏嘘感叹呢 其实通过前面几期节目 我们已经把马汉庆系列案的相关案情 以及相关的侦破细节 全都讲述清楚了 但为什么今天还要再多追加一期节目呢 主要我是想说说 马汉庆这个人背后一些其他的生活细节 以及别人对他的一些评价 从这些评价背后 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一个杀人恶魔 他在生活之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从马汉庆犯下的罪行来说 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恶魔 1993年12月25号 抢劫低歌 然后呢 把低歌杀害 1996年1月10号 在武汉犯下了110大案 1998年11月1号 在乌鲁木齐持枪抢劫 1999年在重庆持枪抢劫 2002年在乌鲁木齐持枪抢劫 2004年在乌鲁木齐持枪抢劫 前后十来年的时间里 一共作案六期 杀死了七个人 就是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可是啊 在面对警方审讯的时候 他竟然至少说了三次 我怕杀鸡这四个字 马汉庆呢 在跟警方供述的时候 承认自己干下的所有的罪行 在哪哪 做下了什么 杀了多少多少人 说得很爽快 比如1992年 是怎么在云南买枪的 1996年 又是怎么在武汉杀人的 在新疆是怎么抢劫的 抢劫之后又是怎么逃跑的 可是在提到 在武汉杀害出租车司机的时候 马汉庆突然就把话题扯远了 他说 说实话 杀人不是一件容易事 真的 冲动杀人容易 但平常心状态之下下不了手 你想想 要杀的陌生人跟自己无冤无仇的 很残酷 并且 我怕杀鸡 他为什么会在跟警方供述的时候 多次提到我是杀鸡 恐怕原因只有他自己能知道 马汉庆还说过 他说最后这一次作案之后 他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说在回来的火车上 路上给家里打电话 爸爸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看看他们 说他想我 爸爸这么说的时候 我愣了 现在回头想 这就是预感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马汉庆在武汉作案的时候 还有两个同伙 一个是周旺帝 一个是张俊 但是他后来在新疆多次作案呢 都是自己一个人 单人作案 他为什么不再找同伙了呢 马汉庆自己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找帮手 对我来说很危险 他出事 我就出事 我一个人能做就做 不能做就算了 再说了 帮手也不好找 平时嘴巴乱叫 真到干事的时候 就是害了自己 事实啊 也的确如此 咱们看 当时在武汉作案之后 就因为有两个同伙 而这两个同伙呢 周旺帝当时被击毙了 张俊很快就被抓获了 也正是因为张俊 才有了更多锁定马汉庆的线索 而之后呢 他一个人逃到了三亚 作案的时候又去新疆 新疆作完案立刻返回三亚 一个最南一个最北 来无影去无踪 的确给警方的搜捕啊 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很多逃犯呢 都选择去三亚避难 认为三亚离内地远 甚至著名的天涯海角 不就在三亚呢吗 过去人们一说 你跑啊 你还能跑到天涯海角啊 你跑天涯海角 我也能找到你 行啊 那我就跑天涯海角 跑去吧 说起来也巧 马汉庆是在2004年 11月11号 在三亚被警方抓获的 而在此之前 2004年3月份 也有一个公安部的 A级通缉犯逃到了三亚 3月15号 在三亚被三亚警方抓获 跟马汉庆还是本家 我们讲过的 那位云南大学 杀害室友的 马家绝 后来马汉庆啊 还提到过马家绝呢 马汉庆说了 我不如马家绝 因为马家绝 喜欢经常买报纸看 知道警方的一些动向 我却不太关注这些事 如果我也买报纸 我就会看到刊登的通缉令 你们就不会这么早的抓到我 不过无论从马家绝落网 还是从马汉庆落网上 我们都能看出 一旦触犯法律 是没有天涯海角的 无论你逃到哪 都在法网恢恢之下 无处可逃 要说马汉庆最后悔的事情 还不是不买书不看报 而是不应该在三亚 一待就是十年 马汉庆说 我是九六年来的三亚 我逃了这么多年 只犯了一个大错 在三亚 我几乎没有防范 这就是漏洞 特别是我不该在三亚 一待就是十年 但我从不在三亚作案 唯一的爱好 就是赌钱打麻将 别人叫我表哥 也是在赌场上叫出来的 不过我想 马汉庆也应该庆幸 自己在三亚生活的 这将近十年的时间 毕竟在这十年里 他在三亚这个地方 过的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过的是一个有家庭 有孩子的温馨美满的生活 也正是在这 无论是邻居们 还是妻子孩子 都对马汉庆称赞有加 马汉庆家呢 是在三亚市圣经公寓 圣经公寓的保安们呢 对马汉庆的评价都很好 有一个保安姓吴 他说我上班第二天 他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还递给我一支烟呢 跟我在那聊天 人很和气 另外一名保安 也回忆出一个细节 他说有一回呢 马汉庆带着女儿回家的时候 他女儿对保安说 喂 开门 马汉庆马上就跟女儿说 不能这么跟保安叔叔说话 这是不礼貌的 据保安回忆 说马汉庆的作息时间 也很正常 每天早晚 都是他接送孩子 甚至平时在家里啊 很多时候也是他干家务活 至于爱好嘛 就是打打麻将 其中有一位住在圣经公寓的老奶奶说 说马汉庆呢 平时不吱声 可人意了 孩子们呢 都喜欢他 他见谁呢 都和和气气的 还有一位骑三轮摩托车的摩迪斯基 也记得马汉庆 他说呢 我拉过他 本来呢 当时应该收他三块钱 但是马汉庆 给了我五块钱就走了 不用找了 当时我还说呢 要能多拉几个这样的客人 就好了 可谁知道 他是杀人犯呢 就这么一个人 给了妻子 给了孩子 无微不至的爱护 可是 也带给了妻子和孩子 无尽的苦难 甚至啊 马汉庆和李玉的结婚证 都是假的 当时要结婚的时候 这个马汉庆呢 就要走了李玉的证件 不久之后 就把结婚证拿回来了 李玉从来没有怀疑过 结婚证的真假 不过毕竟 这马汉庆的证件 是假的呀 他不能拿自个儿的真身份证 一上去 哦 马汉庆那不立马就把你扣那了吗 他是拿着无后仪的假身份证去办的呀 你办不下来呀 自然而然 就是办了一张假结婚证 至于他们的日子呢 过得一直也很拮据 别看马汉庆 抢了那么多的钱 不过因为喜欢赌博 挥霍一空 所以每个月的日子呀 都是紧紧巴巴 得在那儿精打细算 之前李玉就曾经和马汉庆说过 想着跟马汉庆回马汉庆的家看看 但马汉庆呢 一直找理由不让他回去 包括之前马汉庆 一直就跟李玉说 父母已经在车祸之中身亡了 后来李玉知道了马汉庆的父母 还在武汉生活着 李玉呢 还向警方提到 说我想到武汉去看一下 让女儿见见他的爷爷奶奶 那都是他的亲人 不过我不会把女儿 交给他爷爷奶奶抚养 我会让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马汉庆被捕之后 对于李玉来说 最艰难的是 如何带着孩子一个人生活下去 李玉说 以后怎么办 我不知道 重新再来吧 可我没有这个能力 原来我想过 如果在这过不下去了 就回老家和父母种地去 但现在情况不同 我得带好孩子 以后怎么办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至于李玉 和这个可怜的小女孩 如今生活在哪里 如今他们生活的怎么样 我们谁也不知道 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 当然 也希望不要有新的信息披露 希望大家不要打扰他们 让他们安安静静地 过好以后的生活 马汉庆啊 在后来给妻子李玉 写下了一封遗书 他是这么说的 七年来 你对我嘘寒问暖 照顾我的衣食住行 而我一直在为我所谓的生意 往返新疆 往返新疆和三亚 很对不起你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 我对不起你 害了你和孩子 无论我在哪 都会为你和孩子祝福和祈祷 2005年7月14号 乌鲁木齐市中院 一神以抢劫罪 判处马汉庆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之后 马汉庆当庭表示不上诉 他后来还说过 他说对于受害人 我只能说声对不起 现在一无所有 唯独对父母 对妻子和小孩的思念 回想一生 我最后悔的 就是没能孝敬父母 我是一个犯罪的人 我的家人也是受害者 他们应当得到社会的同情 马汉庆 如果早点能这么想 如果没有走出罪恶的第一步 又何苦承受这样的恶果呢 2005年12月22号 马汉庆被执行死刑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解答一下前几期节目 我们留下的一个关子 就是马汉庆到底有没有整形 关于他整形的说法 网络上是天油加醋说的神乎其神 不过据武汉警方透露 马汉庆没有整形 他的样子 跟武汉警方最开始提供的照片 区别不大 武汉警方也和他面对面的交锋过 马汉庆案背后都折射出 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都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 通过前面几期节目 我们对马汉庆案呢 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了 今天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犯罪学学会理事 博士生导师 副教授 于阳老师 跟我们一起来对马汉庆案进行一个解读 于老师你好 大家好 马汉庆呢在网络上啊 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他是十大汉匪之一 并且他是将近十年的时间 犯下了六起抢劫命案 一共是杀害了七个人 那么于老师 您通过对案情的了解 您认为马汉庆案 有什么作案特点呢 马汉庆这个案件呢 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他这是属于这种 个人极端的暴力犯罪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有一些这个恶性案件 对吧 他就是说 有一点这种恐怖活动的 这种抑郁在里面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就是他这个犯罪啊 就是说我们按刑法来说 他是这种共同犯罪 对吧 他是属于这种 犯罪团伙的这种抢劫作案 他们之间呢 有这种明确的分工 对吧 事先呢 有这个对案发现场的 这种踩点 有长期的这个跟踪 对吧 我们说他同时是这种 有预谋的实施的 这种这个犯罪 根据我们之前的了解呢 他们这个踩点 踩的时间还长呢 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半 那时候就每个月 差不多到发工资的时候啊 他就到这个银行门口 去踩点去 观察什么 提款时间呢 什么这个人员配备啊 等等情况 是的 所以说这个犯罪人呢 他某种意义上 他是这种 我们说叫专业术语 叫理性的犯罪人 对吧 他可能会选择那个 这个 防守 对吧 这个预防最薄弱的环节 或者说最舒服的环节 他这时候 他对犯罪成功率就比较高 第三个 我们就是说 他的这个 罪犯的这个主观恶性 对吧 很重 对吧 他就是屠材的同时呢 他也防止这个 这个被害人 对吧 这个举报啊 被害人的报复啊 或其他的 所以就是说 他屠材的同时 要治这个被害人 于这个死亡 对吧 杀害被害人 所以这种意义上 体现出来 他的这个犯罪人的 这个人格比较凶残 人身危险性就很大了 当然我们从马汉庆 这个案件来看 他的这个作案时间跨度 是比较长 造成了我们公安机关的 这个侦破难度加大 于老师您多次提到了 他的人格 那能不能说马汉庆 其实是具有典型的 犯罪性人格呢 犯罪性人格都有哪些 他又属于哪种犯罪人格呢 这个我们犯罪学 从专业术语来说 就是犯罪性的人格 他有有七八种 有的是这种 属于这种暴力性 凶残性 对吧 他有这种很偏执性 对吧 他为了取材 他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有的人呢 他是天生的罪犯 他生下来就是犯罪性人格 那么这种说法 有没有他的道理呢 这个从犯罪学 早期的 对吧 就是19世纪中期 意大利的犯罪学家 龙波罗索 他谈到这个天生犯罪人 他是在部队上的一个军医 他对这个犯罪的人 进行了一个人体的这个解剖 他发现就是犯罪人的 这个脑颅骨这一块 异于常人 所以呢 在这个基础上 他提出来一个天生犯罪人论 的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认为 有的人的这个犯罪 是与生俱来的 可以说可能就是 受到这个遗传的影响 他的这个父辈里面有 对吧 实施犯罪的人 可能受到这个遗传呀 基因 这个方面 生理心理 对他后天实施犯罪 他就比一些普通的人 要有一个 明显的要增加 这个犯罪概率 这是一块 当然这一块 就是天生犯罪人 这一块 相对来说 就是目前的 我们的犯罪学的研究啊 对这一块的检测 相对来说 样本比较少 没有说一个大样本的 这种检测 所以他的科学性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 这种验证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 有的罪犯 他在身体的一些构造上 或者说是基因上 确实是异于常人的 也就是大伙 通常所说的犯罪基因 但是呢 他有这个犯罪基因 他不一定后天就会犯罪 那些后天犯罪的人 也不一定就会身上 带有这种犯罪基因 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 因为犯罪的人 他只能是在某些感官上 或者某些事件的判断上 他和常人不一样 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犯罪学 从概率这个角度来说 他比这个没有犯罪的人 他要 就是说在某些方面 要有他的身体特质 就是说异于常人 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 在日常的交往之中啊 看到一个人 怎么能够 从他最表象的这种体现 就能看出他有犯罪前置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离他远点了 哪些人明显就具有危险性 怎么辨别呢 当这些犯罪的人 对吧 或者说有可能犯罪的人 他游走在这个大街上的时候 对吧 我们一般就是说 有一个判断 就是一个 我们观察他的神形 对吧 一个是不是 这个目光犹疑 这个 就是这个走路 十快十慢 然后是衣服的穿着 异于常人 对吧 或者说 还有就是 他自己的一些 一些情况 就是明显的 和周围的其他人的 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说 这个天成犯罪人也罢 观察他的这个人的这个长相 对吧 某些 比方说他颧骨比较高 对吧 他那个嘴比较薄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眉毛 眉毛的情况 他的这个 就是耳朵的情况 对吧 就是说 他就是说 有一些生理上的这个变化 就是让人感觉到 这个人不正常 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 所以这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人 我们就要加强这个预防 加强警惕 这就应了网上那句话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过呀 咱们不能完全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 不能说走大街上 遇上一个高颧骨 饱嘴唇的 你是坏人 我得报警 得抓你 那这不行啊 你看好多明星人不就高颧骨饱嘴唇吗 只是说 他有这些特点 再加上他有一些其他的奇怪的行为举止 那么我们就可以小心一点 离他远点 咱们再说回马肯庆安啊 在看他最后的判决结果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些疑问的 最后呢 是以抢劫罪啊 判处死刑 为什么不是抢劫杀人罪或者是杀人罪呢 这个是基于我们国家刑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我们国家的刑法是263条是抢劫罪 我们国家的这个刑法 这个232条是这个故意杀人罪 我们刑法里面没有一个抢劫杀人这么一个罪名 这实际上就把这个抢劫杀人罪排除掉了 面对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一般是我们说要么抢劫罪 要么杀人罪 要么抢劫罪和杀人罪的这种恕罪并罚 但本案这个情况呢 他是把这个图材放在首位 害命是辞职 我们刑法263条 关于抢劫罪这块有八种加重情形的规定 其中有一个就是叫抢劫制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包括在抢劫的过程中杀害被害人的 这个就是说我们抢劫罪 它那个基本的法定刑 它是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属于对这八种加重的情形 我们规定了法定刑幅度升格 是十年以上有意图刑 无意图刑或死刑 可能从这个立法者 或者说从我们司法机关就认为 那在这个抢劫的过程中 你杀害被害人的话 对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抢劫罪的这个加重情形里面 它的那个量刑幅度是可以包容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它最高这个抢劫罪 它也有死刑的规定 这是要说的 当然就是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形 我们司法实践中 你比方说这个抢劫罪已经完成了 已经实施终了了 这个时候扭过头一看 这个被害人对吧 瞪他一眼啊 或者被害人在拿手机准备打电话 在这个过程中 又回去对被害人实施一个二次的侵害 导致被害人死亡或杀害被害人的 这时候我们刑法对这种情况 就要输罪并罚了 那就是以这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 这个并罚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输罪并罚的情况下 通常它要比单个的抢劫罪 它就要重很多 哦 这我就理解了 也就是说你在抢劫过程之中 以抢劫为目的 在这个过程之中杀害了被害人了 那么抢劫罪里面也有死刑 就按照抢劫罪判处 如果说我抢劫已经抢完了 后来回过头来再杀人 那么就又有抢劫罪 又有杀人罪 这是恕罪并罚 对 是这样的 对的 于老师 我呢 对这个案子有一个个人的小疑问 它有一个细节 马汉庆2004年 在新疆最后一次作案之后 可以说是一路辗转吧 回到三亚 在回三亚的火车上 他给他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 当然之前呢 他基本上没跟家里联系过 更没回过家里 他父亲呢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他父亲就跟他说 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你了 除此之外啊 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出来 我就在想 他父亲接到电话之后 没有第一时间向警方来反映这个情况 会不会涉嫌包庇罪呢 这个案件就是说我们司法实践中 类似的情况 对吧 不同的情况 不同区分 这个是说我们要明确一下 结合这个 刚才您讲的这个 马汉庆父亲 他这个情况 对吧 我的一个理解呢 就是我们这个包庇罪 对吧 他有他的这个概念 还有他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 像本案中 对吧 他给马汉庆 给他的父亲打这个电话 他的父亲就是说 应该说是有义务 他通知这个公安机关 但是呢 我们说他这种义务 他没有及时的通知 他可能是一个一般的违法行为 甚至是 就是说 那个受到一些处罚 但是很难把他这个行为 界定为一个包庇犯罪 我们包庇罪 对吧 他规定就是说 纵容包庇这个犯罪分子 意图使他逃避刑事处罚 对吧 像本案中 这个实际情况 这个马汉庆 他在这种逃亡的过程中 对吧 他给家里打一个电话 他的父亲一个 无法知道他的行踪 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 即便是给公安反映这个情况 就是说 也没有说 对这个马汉庆抓捕 其他的有些影响 也不能说 因为他父亲没有 向公安机关检举 对吧 揭发他这个 打了这个电话 这么一个事实 就认定他的父亲构成包庇罪 我们的这个刑法里面 对包庇罪 他有明确的构成要件 他这个父亲这个行为 他不应该 或者说 我理解是 不能按照包庇罪来处罚 当然他也是涉嫌了一种违法行为 这个是对吧 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 在这个包庇罪的认定过程之中 有一个重要的点 就是有没有给犯罪嫌疑人 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比如说给他通风报信了 比如说给他提供钱财帮助了 给他买车票了 等等等等 而在这起案件之中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 是他的父亲并没有给他提供这些实质性的帮助 所以不能认定为包庇罪 对 所以我们光是通过这么一个电话 还很难判断 如果说 在这个案件过程中 他给他父亲提出一个要求 你给我什么 对吧 这个银行卡号打多少钱 对吧 或者说 你给我购买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或者说 就是提供这种真真正正的 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帮助 那 他这个父亲 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包庇罪 我们通过判决和执行 可以看出来 他是在2005年7月份被判处死刑 2005年12月份被执行死刑 中间的隔了差不多是四个多月的时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 但是近些年来 从这个判处死刑到执行死刑 中间往往会间隔很长时间 有的上年 有的甚至是两年甚至更长都有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马汉庆的案件 对吧 他是05年的7月14号 有乌鲁木齐中院一审判处死刑 马汉庆当情表示不上诉 那这个上诉期满之后 他这个判决就发生法律效力了 这时候呢 死刑的案件 他一般都是要经过二审 对吧 就有时候这个被告人他要上诉 或者检察院要抗诉 就这个情况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是 他一审他没有上诉 那就是说过了上诉期生效 生效了以后呢 那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 他就要向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院 要曾报 新疆高级法院 对吧 他复合了完了之后 又要向最高人民法院 死刑复合庭 对吧 他来具体来报 这个是我们从2007年1月1号 就是所有的死刑案件 收归这个最高人民法院 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复合 这个是一块 这个就是体现了我们这个 关于死刑案件 国家的这种甚甚性 对吧 就是说一定要严丝合缝 死刑案件 我们一定要体现到这个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这么一个重罪案件 对吧 他的这个证明标准 这个也是最大限度的保证了 这个犯罪人 对吧 这个被告人 他的这个人权的问题 就是说国家一定 就是说这个死刑案件 因为他害怕冤假错案呢 对吧 冤假错案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既然提到冤假错案了 给大伙做个预告吧 说完马汉庆案呢 我们会为大伙说说 奢祥连案 也是近些年 比较出名的一起冤案 到时候呢 还是邀请于老师 跟我们来聊聊 冤假错案背后的一些法律知识 在节目最后啊 于老师给我们做一个 安全提醒吧 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尽可能的远离这些非法行为 并且在遇到非法侵犯的时候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就是我们说就是说 在这个社会当中 对吧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 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事件 对吧 有一些是突发的 有一些是常规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加强对个人的这个人身财产的保护 对吧 当然就是说这个 从这个社会角度来说 犯罪人有他凶残的一遍 对吧 另一个方面就从我们自身怎么样来提升来加强 这是要有这种法律维权意识 对吧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犯罪行为对吧 涉及到发生了以后 我们怎么样来合法合理的处置问题 这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公民来说要多学习法律 对吧 多保护自己 所以就是说呀 咱们光练会火眼金睛识别犯罪嫌疑人不管用 咱们学会这个咏春红拳他也不管用 咱们还是要学会更多的法律知识 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那么通过什么途径学习法律知识呢 大案即时啊 咱们节目呢 通过真实案例 然后再通过像于老师这样的法学专家 过来深度解析法律知识 咱们就能够学习到更多收获到更多 也能够更多的保护自己 咱们呢来说一下中国第三号女杀手 2010年3月23号 伊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个失踪报案 报案人说 自己的表哥罗某失踪了 不知去向 接到报案之后 干警们立刻启动疑似命案侦破工作机制 对罗某失踪的举报进行调查 罗某男汉族58岁 现驻伊宁市团结街七项46号 有四个儿子都在乌鲁木齐打工 2008年 罗某经婚姻介绍所介绍 和李清香结婚 李清香这个名字 让办案的民警啊 觉得这个案子复杂了 李清香 女汉族56岁 户籍所在地 是农寺师七十一团 2005年的年底啊 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和陈某同居 2006年的秋季 陈某突然失踪 可李清香呢 没报案 而是对外说陈某外出打工去了 2007年的年初 李清香又惊人介绍 和同乡的刘某结识并且同居 刘某呢 在同年的12月25号失踪 李清香同样没有报案 对外说呢 刘某跟他借了八万块钱 回甘肃老家 为他母亲看病了 2008年9月 李清香和罗某结婚 没想到 2010年1月 罗某又失踪了 李清香还是没报案 对外说 罗某去乌鲁木齐看儿子了 李清香对外说的 跟他结婚的 或者同居的男性 离开的原因 虽然各有不同 但有一点是一致的 这些人都是至今 杳无音信 跟任何一个亲戚朋友 都失去了联络 鉴于陈某 罗某 刘某的失踪 存在诸多的疑点 是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决定对这个案子 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 他们发现 案件的时间跨度非常大 前后有五年 而且只有嫌疑人 没有现场 但是干警们 还是逐渐捋清了 案件发生的顺序 第一个失踪的是陈某 他经常跟李清香吵架 跟邻居的关系也不好 2006年秋天 陈某的房东林某的妻子 在集市上遇到李清香 聊天的时候呢 提到已经多日不见陈某了 李清香说 陈某有债务 外出打工了 他得赚钱还债 可没想到 他呀 一去就是刘备借荆州 不回头了 第二个失踪的是刘某 李清香对外说 刘某跟他借了八万块钱 回甘肃老家 为他母亲治癌症 但调查组去了 刘某的老家 甘肃灵台县 了解到 刘某的母亲 并没有患上癌症 现在身体非常健康 就住在刘某弟弟家 而刘某呢 从来没有回到 甘肃灵台老家 看望母亲 这让警方意识到 刘某恐怕早就遭到了不测 第三个失踪的是罗某 李清香对外说 罗某去乌鲁木齐 看望四个儿子 可是经过调查 四个儿子都没有见过罗某 这一切都说明 李清香在说谎 同时发现 罗某失踪之后不久 他的手机曾经出现在 伊宁市的二手手机交易市场 既然罗某去乌鲁木齐看儿子 他为什么要把手机给卖了呢 甘情们对李清香 还有他女儿女婿的银行账户 手机活动轨迹进行分析 对罗某刘某陈某的笔迹 提取并且鉴定 发现呢 李清香提供的八万元借据 不是刘某的笔迹 而且他的账户交易当中 没有大量现金的支出 另外干警还发现 2010年3月8号 李清香在伊宁某个婚姻介绍所 化名郭秀珍进行征婚 如果罗某是去乌鲁木齐 看望打工的儿子 丈夫走了还不到两个月 他为什么要急着征婚呢 这只能说明李清香心里很清楚 罗某是不会再回来了 虽然李清香的疑点很多 但是没有铁证 怎么进行抓捕呢 专案组决定对李清香进行传唤 他呢却谎称自己不在伊宁市 根据干警的调查 2010年6月6号 干警在李清香租赁的房屋里边找到了他 并且将他带回了公安局 在他的包里发现了700块钱假币 之后对他女儿住处进行搜查 又搜出了6500元假币 李清香持有7200元假币 这已经触犯了法律 6月8号 伊宁市公安局 以持有假币罪 将他依法拘留 审讯 是干警和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较量 从提审开始 干警们就感觉到 李清香虽然没文化 但是不是个一般人 他是个社会经历和婚姻状况 都十分复杂的人 反应非常灵敏 干警们了解到 李清香平时非常注重一些 媒体上提到的案件侦破的报道 或多或少地 积攒了一些反侦查的经验 而且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应付审讯上也早就准备了一套 精心编制的谎言 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 为了掩盖犯罪事实 他多次做假口供 企图诱使审讯干警啊 去走弯路 但是很快 干警们在现场勘察的时候发现 罗某的住宅墙面和地面上 有大量喷溅的血迹 经过DNA对比 确定就是罗某的 在半个多月的审讯当中 面对大量的证据 李清香终于防线崩溃 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根据他的交代 在伊宁市托克拉克乡黑水沟 李清香承包的地里 挖出了一具尸体 经过DNA鉴定 是死者陈某 根据他的供述 1998年 李清香在农寺师七师团 承包鱼塘期间 认识了陈某 2002年 两个人再次相遇 2005年底 两个人租房并且同居 陈某呢 以做小生意为名 多次骗取李清香的钱 把李清香养殖的家禽 也都卖了 导致两个人经常争吵 2006年9月的一个下午 李清香发现陈某 又准备把他圈养的 20只羊变卖 就跟陈某吵起来了 他用铁锹把陈某打死之后 焚烧 掩埋到他承包的地里 并且对外称 陈某因为要还债 去外地打工了 2007年初 李清香和刘某相识 据他的交代 刘某多次让他生个小孩 遭到拒绝之后 两个人经常争吵 2007年12月25号 两个人在托克拉克乡 刘某的承包地里 又因为生孩子的事 吵起来了 刘某出手打了李清香 但是呢 被手推车的木板碰倒 李清香见状啊 马上用鸡棚架上的板子 把刘某打死 然后浇上汽油焚烧 把骨头和灰 装到袋子里 扔进了伊犁河 他对外说 刘某回家给老娘治病 实际上呢 却早就开始另觅心欢了 2008年6月底 李清香通过婚姻介绍所和罗某相识 并且在当年的9月登记结婚 住在伊宁市东梁街罗某的家里 刚开始啊 俩人感情还不错 到了2009年4月29号 李清香呢 还让罗某模仿刘某的笔记 写下了一张8万块钱的欠条 把刘某的院子 以5.2万元的价格变卖 明显可以看出来 罗某啊 恐怕已经知道了李清香杀死了刘某 但是他仍然帮助李清香 这些事儿也能看出来 两个人感情不错 但是就在同一年 两个人因为李清香 收养了他前夫的孩子 以及生活上的琐事 开始经常的争吵 2010年1月27号 两个人因为李清香二女儿结婚 红包的事儿又吵 并且啊 互相的殴打 李清香呢 趁罗某睡觉的时候 把他杀死了 并且把尸体焚烧肢解丢弃 同时 为了向罗某家有个交代 他就谎称 罗某去乌鲁木齐看儿子了 到这儿啊 李清香系列杀人案 彻底告破 李清香作为一名女性 还那么大岁数 却独立地杀死了三个大男人 因此 他排在了马彦宏和苏洪之后 成为了中国第三号女杀手 两个大男人 三个大男人 和苏洪之后 我们下一次